日常生活中 我们通常以看似最简单 最理性的方式处理事情 但是却一再碰到相同的困扰 像是睡眠不足而无法恢复元气啦 工作管理似乎根本起不了作用啊 还有被纸割到的时候 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减轻疼痛啊 来看看一下小技巧吧 1.半夜上完厕所后 难以再次入睡 想知道为什么吗 那是因为你开了灯 好看清楚自己在干嘛 我们的大脑已经受过训练了 认为看到光就是代表了早上 即使你只睡了几个小时 身体也会以为该起床了 退黑激素这种睡眠激素的产生 其实会因为暴露在光线下而受到抑制 解决的方法很简单 只要在你去上厕所和回床上的途中 闭起一只眼睛即刻 这样就不会有太多的光线进入视线 让你的大脑以为还不是太亮 可以继续回去睡觉 或是干脆在厕所里面装一盏昏暗的夜灯吧 2.在黑暗中被物品绊倒 如果你决定彻底解决 看到光就代表到了早上这个问题 或者根本不方便开灯的话 那你可能会被一些物品绊倒 吵闹的声音也无法让人在晚上睡个好觉 因此拯救自己的最好方法呢 就是在黑暗中快速的移动眼睛 我们天生就倾向会把冬的物体看得更清楚 因此当你把视线从一件物品移到另一件上面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在黑暗中看得清楚 当然啦 最好的方法是在睡前移开地上的东西啦 这样就不会被绊倒了啦 不过这要求也许太强人所难了 3.趁睡觉的时候减重 有时候一天中很难抽出时间运动 或是在上班上课一整天后 想到还要举重实在太累人了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没有什么好责怪自己的 有良好的饮食和健康的睡眠 再加上一些小技巧 就可以弥补这一点咯 当我们睡觉的时候 星辰代谢会持续运作 如果你睡了8小时 平均整晚会燃烧大约500卡路里的热量 而8小时也是建议的睡眠时间 你可以在上床前喝杯水 来促进这个过程 这样的话你在醒来的时候 会觉得更加轻盈和清爽 而且会想上厕所 但要注意不要睡过头 或在睡前进食 这样会有反效果哦 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够 那可能会想试试降低卧房温度 或是不要穿太暖和的睡衣 因为在凉爽舒适的环境中睡觉 能让我们消耗掉更多的卡路里哦 4.你可以随时强迫自己开心起来 这个方式可能听起来很奇怪 但你有试过强迫自己微笑好几个小时吗 不要笑啊 这真的有用哦 你可以选择特别糟糕的日子来试试看 到了晚上你会发现 竟然轻松的就能做到 而且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 一直微笑到一天的结束 你的大脑会很自然的 把微笑与快乐及正面的想法联系在一起 就会使你在接下来的一天 都保持这种态度哦 5.想要解决问题吗 花一天时间让自己变得更有吸引力吧 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做不完该做的代办事项 在这样的日子里 你会觉得世上最不重要的事情就是外表了 但是说真的 你可能只是偶尔缺乏一些自信和自我欣赏而已 相信我 只要花一天时间照顾自己的外表 你就能够应付其他的一切事物 再加上一点理性的购物 因为购物是释放压力的好方法 然后泡个加入芳香精油的热水澡 好好打扮一下 就会立刻感到没有任何事情会难倒你了 6.别用任务管理APP了 这类的APP并不如你想象中的耗用 当你已经计划要在一天中做其他事情时 总会出现至少一条通知 这让你措手不及 最好的方法其实是用笔记本和铅笔写下 之后几天预计要做的事 这种手写的触感 会让你激发出正面而有创意的思考 在一天结束时书写 由于这时你能够放松心情 并思考一下计划 因此能使这个过程更为安心 如果你真的想要确保计划完成 可以将它加在形式力中 但只应该放最重要的内容 7.起床后再书写一次 先别急着喝咖啡吃早餐 甚至别赶着去浴室 一切都先等这件事情完成再说 一觉睡醒后 你反而应该坐到书桌前 拿张空白的纸开始书写 写下脑袋中的一切事物 关于你所担心的 希望的 梦想的事情 关于你期盼今天会过得多么顺利 以及可能会遇到什么阻碍 然后把这张笔记藏好 因为最佳建议是 不要再看到你所写的内容 就会有助于你 阻挡小腰批判自己的那一部分意识 在接下来的一天 你会更容易倾听内心的想法 并忠于自我的感受 当早上书写成习惯后 你会发现做自己其实很容易的 8.与你需要学习的课本和手册内容 进行争辩最好的学习方式 似乎是将课本内容全部塞进脑中 直到头昏脑胀 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的 这就像是无法跟马路产生摩擦力的汽车一样 因为你的大脑无法与吸收到的资讯产生共鸣 要改善这种情况 可以试着先猜测即将出现的资讯 以某个物理定律主题为例 先猜测这个定律的说明 然后开始与书中写的 正确解释文章进行争辩 如果你猜对了 会对你更有益处 因为学习过程有如加入了正面的刺激 如果你猜错了 这些资讯还是会产生更多意义 因此会让你更容易记住它 9.如果明天就要考试了 那么就放声大笑吧 首先最基本的 你希望当试卷一交到你手上时 不要发生压力太大而忘光一切的状况 这在我的人生中发生过太多次了 如果我当时知道只是因为我笑得不够的话 我应该会很高兴吧 这与之前提到的思维技巧相似 我们的大脑需要于想要记住的东西 建立起牢固的关系 而没有什么会比能带来正面情绪的事物更有帮助的了 一个人无论多会记恨 头脑的天性还是倾向于更快而且详细的回忆起美好的事物 短期记忆也同样有用 下次想要记住重要事情时 只要找出好笑的地方你就能永远记得啰 10.如果想赢得人心就别怕话太多太吵 不用说也知道 即使我们觉得某些人有点烦 却可能更长时间记住这些人 而且由于记忆会抹去负面情绪并留下正面情绪 因此我们也更有可能会记住这个人相关的美好事物 所以当你下次被人群围绕 并告诉自己最好举止得当 态度谦虚时 别错过能让自己真正发光的时刻哦 11.热茶能帮助你度过大热天 这跟在觉得冷的时候去冰淇淋是相同的道理 秘诀就在我们的体内 如果在寒冷的冬天吃冰淇淋 你就会产生更多的热能 可以因此暖和起来 但是用这招的时候不要太过头咯 偶尔吃个冰淇淋桶是无法的 吃太多这可能会对你的身体热能造成不好的影响 没有人希望你感冒 在夏天的午后喝杯热茶 会比喝杯水更能解渴 也可以帮助你释放体内的热能 让你觉得比较舒服哦 这意想不到的药物 我们都知道翻书可能是危险的事 有些人甚至会说 没有什么比被止割到更痛的了 这些人可能不常出门 或是根本没有去过医院吧 但是无论如何 被止割伤的时候 有一种药可以派向用场 那就是护唇膏 只需要把它涂抹在伤口上 就会感觉到疼痛消失 它对你的嘴唇也很有好处的 另一个会让你措手不及的疼痛是 舌头被烫到 我们似乎很难摆脱掉这种被烫到的感觉 再加上舌头是身体最常移动的部位 你就明白为什么就会轻易的毁掉你的一天 如果你的舌头被烫到 只需要放点糖在那个地方 疼痛就会消失了 就是这么简单 那你呢 你在日常生活中会使用哪些奇特小技巧呢 在下方留言区中告诉我吧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请帮这个影片按赞 并与朋友分享 记得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哦